数十名受影响的全湾全汇商场商户和居民 响应全湾东亚花园关注组的号召 首次各种抗议横幅标语 从全汇商场游行前往全湾区域会 途中一直高呼打倒地产霸权等口号 关注组指全汇商场一楼来往一期和二期之间的原有公共通道 多年来被大业主长江十业的职工师 四副产业信托关闭 令商场人流近乎断绝 业主的做法明显是霸权式的管理 扼杀小商户的生存空间 在商场经营30多年的业女士表示 小商户以多次向大业主致富反应 及递交请愿性 要求展开对话 但对方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政府部门同样漠视市民的诉求 所有的政府同门都跟我来说 因为这些是属于民事的 你们交给律师 你们高上法庭吧 市民一句 我们的小业主 何来有这样的工钱 来和长江十业 这个大集团大财团 来到在工堂对决呢 李嘉诚你们做生意 你们是赚钱的 但是你们顾不顾我们市民的生命呢 我们希望向所有的政府部门 官员甚至乎 尽希望李嘉诚 你听到的 我们有一个诉求 我希望给我们一条三路 抗议人士在全环区议会门前 递交请愿性后结束活动 特约记者陈盘香港报导 北约记者陈监金 陈监金 阗蔷 海外 阗蔷 海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